哈喽,小伙伴们,法国道路上出现的所有路标,如图所示,总共分为15个部分。 看起来蛮多的哦,不过不要着急,小口子陈皮挑出基本路牌与考试常见路牌,与小伙伴们分享。 今天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,阿克罗美哈凶城市牌和DONJIC危险牌都有哪些不同的标识吧。 画面左侧是进入城市的牌子,右侧是离开城市的牌子。 进城和出城的指示牌很简单,当我们看到进城的牌子后,我们第一反应是进城后,车速限速是50公里每小时,有的路段甚至会要求更低的车速。 开车时要时刻留意右侧的限速牌哦。 右转弯的危险警告牌,左转弯的危险警告牌。 正三角牌,黑色箭头往哪边弯,我们就往哪边转。 经常出现在高速公路或者快速路的弯道处,转弯前会有特别限定的车速,我们踩一点刹车,按规定的限速进行转弯。 前方有连续弯道,第一个弯道向右。 前方有连续弯道,第一个弯道向左。 注意看绿色箭头的指示,连续弯道,第一个转弯往右还是往左,这个很明显哦。 考题曾经出现过,问连续转弯的危险牌,第一弯道是往右还是往左? 答案不要斜返哦。 路面有多处凹坑和隆起。 减速带 城市内经常遇到这种鼓包的三角牌,要小心哦,必须减速了。 正常限速是30公里每小时,临近减速带,轻踩刹车,减速开过时,教练会夸你是一个细心的学员哦。 前方道路两侧变窄,右侧的车道变窄了,左侧的车道变窄了。 遇到白色三角牌说明前方道路是有变化的,那如果前方道路有临时施工或者修路,会放置黄色的临时道路变窄的牌子。 我们小心,注意观察变窄道路的行驶路线,通常地面会用临时的黄线来代替原本的白线哦。 前方路段容易打滑的三角警示牌,会因为多种道路原因而提前告知司机。 比如,结冰的路段,下雨的路段,或者有淤泥的道路。 活动桥的标识。 通常它会与三色交通灯或者单独的红色警示灯放在一起。 红灯亮表示活动桥抬起,车辆禁止通行。 带栅栏的危险牌,它表示前方这个平交道口配有手动操作的障碍栅栏。 只有火车标识的危险牌,说明此平交道口没有障碍栅栏或者半障碍杆。 通常与停止stop牌或者与红色警示灯同时出现。 穿越电车轨道的危险牌。 司机与电车轨道交叉行驶前50米处的地方,会出现这个红色三角的危险牌。 以上三个牌子是考试常考的危险牌哦,小伙伴们要记住。 小朋友经常出现的地方,比如在学校或者活动中心、驾轻营和体育设施的附近,都会出现孩子们的身影。 在地面的人形横道出现之前,司机们会看到这个三角的危险牌。 我们必须给有进入斑马线意图的行人让路。 其他危险性质的警示牌,在高危险环境中安装适当的危险标志,可能会在三角牌子下方添加危险说明。 前方有骑手通过,马尔与骑手本身就会视为道路使用者,在经过骑手的前面,我们不要按喇叭。 有牛羊家畜出现的危险牌,通常在靠近农场和牧场的地方。 小路跳跃的危险牌通常在森林附近或者在公路上,特别是夜晚开车的时候,要留意小心会碰到免生动物。 下坡路的危险牌,有发生碰撞的危险哦。 数字10%表示道路每100米会下降10米。 前方有三色信号灯的警示牌,它们位于临近十字路口、人行横道或者消防站出口处的位置。 双向行驶道路的危险牌,只有这一个牌子是另外,它是被放置在双向车道的开始位置,是一个并不会提前告知的危险牌。 前方道路有碎石,同时也会有石头跌落的危险。 如图所示,车辆有掉进水里的危险哦,它会出现在陡峭的河岸或者码头旁边。 前方道路会经过骑行者,要小心,道路左右两侧都会有自行车骑行者的出现。 空中有危险的警示牌,通常在机场附近的路段会出现三角标识。 前方接近一个经常刮风的区域,司机接下来要注意看道路旁风向标的水平位置哦。 危险牌的摆放位置通常出现在城市是50米之前,城外的乡下路段是150米之前,高速公路和双向路段是200米之前。 以上危险路牌全部总结完毕,小伙伴们记住了吗? 欢迎订阅小皮频道,反复观看,加深记忆,无论理论考试还是路面考试都会对你有所帮助的。 让我们一起加油吧!